奢侈品行业一直都是比较神秘的 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奢侈品居然还可以涨价 那么奢侈品行业究竟有哪些特点 哪些类型的奢侈品公司股票值得购买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奢侈品正如此前的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的剧照一样 被赋予了某种深邃意义 因此女性、年轻人、高限级城市 对奢侈品拥有更高的兴趣度 在2022年上半年 人们对奢侈品包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对鞋子的关注度持续上涨 符合目前奢侈品的受众逐渐年轻化的特点 像包类的热门产品主要集中在鞋跨包、钱包 主要原因是价格较低、可负担性较大 服饰的热门赛道是连衣裙 该项产品增速较快 同样反映了奢侈品受众群体 逐渐向年轻女性过渡 在奢侈品行业中头部效应明显 前十品牌占据市场60%以上的份额 热度较高的品牌分别是 夏奈尔、迪奥、巴黎世佳、Celine、伯爵、Prada、Gucci、Tiffany、华伦天奴等 奢侈品是稀缺性消费品可以理解为有门槛的商业化艺术品 头部4%的客群共建39%的销售收入 2021年市场规模达1.13万亿美元 奢侈品传递给人一种高级审美感 体现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说 奢侈品是一种反驳轮商品 即需求量与价格成正比 以Cenel为例 多款包从2019年至今涨价超过60% 在股票市场中 2007年1月至2022年4月末 LVMH开运集团和爱马仕的年化涨跌幅分别为 21.6%、24.6%和11.1% 奢侈品板块需求呈现微型复苏 宏观环境不稳定 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给经济造成压力 但奢侈品需求相对韧性 行业龙头品牌壁垒深厚 支撑其可持续增长 LVMH和爱马仕都有极强的护城河 LVMH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旗下拥有75个知名品牌 包括LV和迪奥两大王牌 销售网络遍布全球 目前股价630欧元 中长期看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